大家好,我是雷一芳,就讀《树光女中》 然后对于参加这个营队比起紧张感或是想要学到什么东西 我更多的是好奇 我好奇它和我在暑假开始所参加的广播营的差别是什么 然后参加了这三天的营队 我发现了小班制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前两天的营队 前两天我们是在DDI学习说话 就是如何说话 然后为第三天来TVBS的活动做准备 那我们前两天因为小班制教学的缘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练习上场的机会 然后呢,其中也教了很多我们撰稿的能力 比如说开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或者是开头阻断结尾的时间分配 以及饥饿观众的手法 那第三天我们来到了TVBS的摄影棚 然后首先早上是小兰哥带领我们去熟悉在新闻记者或者是主播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可能平常的任务 或者是其实记者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好当的 然后也很辛苦 那下午就是正式开始我们这三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录制一个属于我们的节目 那在这个环节中确实有很多的困难挑战 就是可能看着荧幕 然后呢它和你原本的方向不太一样 这点就是很需要去熟悉的 然后呢也很感谢TVBS办了这个活动 让我在这三天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 谢谢